香港教协解释,明报一直是学校向学生推荐的刊物,其编采方针及公信义极为重要。教协强烈关注今次明报解雇执行总编辑江国元的事件。 教学研究部主任张瑞辉表示,教师们都很担忧学生看的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。 民报职工协会较早前要求与公司管理层会面,就江国元被解雇,表达员工不满及关注。 民报管理层则表明现阶段没有补充,短期内也不会与公会成员会面。 特约记者陈盘香港报导。